因为他们不是说要我给他们十天的时间吗 十天的时间我就等着吧 等着那我现在反正就是说我也没办法活了 我准备跳天上门成老 因为那个什么沈高院的那个什么承拔校庭长 就说中藏中工地心理教研究所 是中央在汉的单位 我们法院是弱势群体 党领到一起我就来找党了 找不到党只有跳成楼了 那没办法 反正是现在我已经太累了 这个案子我离京了十七年 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劳动政案的案例都执行不了 你说老百姓怎么个维权 我在家里也待不住 人家逼得我没办法 我只要这条路能走了 我就再等他们几天 跳不下去 一次跳不下去再跳 阎王不收我 我下一次阎王收我再跳 我们武汉市洪桑区人民法院的那个什么 地方局长说 你去了那么多次北京 我们只有小猫 小猫也就是欺上满下不作为 他们也不知法 还反过来还叫我洗手办法 是没办法了 我是先依法讨放 而讨不到放 那只要跳成楼了 我是去年一分钱都没有 光是打赢了 还是最高人民法院总案一来办 他都不执行 你说我们老百姓怎么维权 而且还有我们希望中央领导 即使我跳楼死了 希望中央领导 对我这件事情重视一下 对我们中国的老百姓 关心 多关心 会尽快解决老百姓的问题 因为他们人人类 性更类 都有些事情都不好说 没办法 今天大连出事的时候 就已经上天门成楼了 也是准备跳楼的 后来警察把我带的 他就是我去 对呀那警察说 他说带酒精没有啊 我说没有 今天主要是跳楼 出事的时候我就去天安门 因为当时我就 就就就人家逼得我没办法嘛 我欠人家一屁股带 准备是跳楼的 后来没跳 没跳下来叫警察 把我救了 后来又送那个什么 从天安门关分球去 然后就送了什么 酒精装 我们就第一点钱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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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人是 不忍得